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张思令 我现在啊 做完切胃手术呢 已经是一个星期了啊 到了这个第八天了 然后很多人呢 也差不多想让我来聊一聊啊 昨天发视频的时候啊 就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张思令瘦了呀 因为全网都知道我去做切胃手术了 你知道吧 全网都知道我去做切胃手术了吗 那就存在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因为你自己说 你去做切胃手术了 所以说大家看到你的时候 肯定都会不约而同的说 哎 你是不是瘦了 但实际上呢 我就发现我在所有平台上发 所有人给我的留言就是说啊 那你瘦了 最后我一称 哦 那好吧 那还真瘦了啊 可能大家想问问这个切胃手术 现在也做了一个星期了啊 你究竟瘦了多少斤呢 我可以跟大家小透露一下啊 也不多啊 因为大家知道嘛 就是最开始瘦的很多啊 就是到慢慢的购买回来慢 目前为止啊 也就瘦了一个星期 也就瘦了12斤吧 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因为这几天确实只能喝粥 别的也干不了 因为你吃一点就饱 但是啊 这个手术的效果已经看出来了 可能很多人想问 你现在啥感觉啊 我估计全网啊 不会有人跟你回答的这么详细啊 因为我这比较滑落 我今天呢就仔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尤其是胖子朋友们啊 可以听 就是我做手术出来的第一天什么感觉 就第一天我不是给大家做个视频嘛 就是麻药劲没削 就光想睡觉 然后一翻身就疼 然后肚子里呢 动动就翻涌想吐 然后一咳嗡我整个就肚子就发疼 到第二天呢 只是想吐 肚子还一动还疼 还翻涌还恶心 但已经几乎没啥了 你就是有点难受 想吃东西 到第三天就是干啥都可以了 只要你不使劲就已经不疼了 但是你不能吃硬的东西 一吃硬的东西消化不了 还是疼 然后到第四天以后 基本上你就可以喝粥了 就可以喝粥了 禁流食了 反正吃饭什么的都已经无所谓了 只要你不吃肉 只要你不吃那种固体的东西 也就无所谓了 很多人说 那你这不饿吗 你这几天 这个就是减肥手术的好处了 那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开玩笑 他就说 要你这种减肥的方式 我也可以 对吧 我不吃饭 我也可以一天瘦两斤 一天瘦三斤 然后完事了 因为他也胖嘛 我一顿不吃饭 我也可以这样 我可以一个星期每天只吃一顿饭 我一个星期也能瘦十斤了 那个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 因为以前所有的减肥方式 我都试过 我也运动减过肥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懒 没有运动减过肥 我曾经那四个月内 狂甩的要六十多斤 但是没有用 为什么 就是你只要一停 他就胖了 因为你不可能做到永远忌口 这是所有减肥人做不到的一个地方 是吧 就是我这个人呢 是喜欢往长远的看事情 比如说啊 我现在减掉六十斤了 我现在会想一件事 想的是 我现在是减掉六十斤了 我四个月我能保持忌口 我能保持运动 保持这 保持那 问题是你一辈子不让我喝羊肉汤吗 一辈子不让我吃烤鸭吗 我是不是下半辈子就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下半辈子就要过着我永远不能吃这些 永远不能吃自助餐这样的生活 那我一想显然我是不能接受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正常恢复饮食 反正你迟早再恢复 那结果最后又胖回来了 对吧 因为你这东西你可以忍住一时的 你不可能控制住一辈子的 但是做完这个切胃手术以后啊 我总算知道这个肥是怎么减的了 就是以前啊 从生理上你理解不了 现在能理解了 是为什么啊 切完这个胃以后 你没有饥饿感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经常一天到晚我不吃饭 我只喝果汁 只喝牛奶 只喝西粥 但我不饿 有时候我甚至都手脚都冒冷汗 我知道这是能量不足的表现 但是我不饿 没有饥饿感 就是我会很馋 比如说我看到哎 这有个烧鸡 我吃不了 但其实你要硬吃也能吃 只是你吃完去以后都为肠胃它缝针的缘故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愈合 就是它肠胃一蠕动 你会觉得特别难受 你知道吧 然后你会觉得就是那种隐隐多痛想吐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愈合 但是呢 你就是想吃 但其实你吃不了多少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试一下 我拿了一块鱼肉 特别软的鱼肉 粥里面的 然后我吃下去 我吃下去 其实我觉得我能吃很多 就是我的大脑也还没适应我的胃 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能吃很多 我正常一个粥我不在干两大碗啊 其实我只喝了一碗中间的三分之一碗 我就已经饱了 你知道吧 等我大脑知道我还想再吃的时候 我只吃了平时食量大概五分之一六分之一的时候 我已经吃不下了 就是这个东西直接从胃里到嗓子眼里了 我就想吐了 然后胃就开始疼 为什么疼呢 因为胃满了 胃满了 再加上他有刀口已经缝合了 他一蠕动就开始那种负账 也不叫疼吧 就是特别账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几乎感觉不到饿 而且你忍受饥饿一点也不难受 因为你就感觉不到饿 他把发出饥饿信号那个地方 他给他给切了 以前啊 我胖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明显的 就是说 你一饿的时候啊 你特别难受 你忍不了 你心里发慌 你知道吗 就是 你就想说 哇 现在只要给我一顿烤鸭 就是枪毙了 我都认了啊 就吃完以后 你知道吧 这就是人类的食物的一种渴望 但是你切了以后呢 你已经不发慌了 你也感觉不到饿了 你就感觉不到胃疼 或者胃咕咕叫 但是呢 给你个烤鸭 你永远知道这东西更好吃 你一眼会流口水 你一眼想吃 但是不饿 就是没有那个肚子里特别着急 肚子里特别疼的那种 就是两个胃摩擦特别疼的那种感觉了 没了 因为他把发出那信号的胃底给切了 知道吧 而且他把你胃的容量缩小了差不多三分之二 只剩呀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了 只剩这么小一胃囊 差不多就能容纳一根香蕉吧 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他就是等于是从生理上断掉了你饥饿的这个信号 你能忍住饥饿了 你自然也就能减肥了 它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你知道吧 而且也不用改变你的消化道 只要你注意那个伤口别被感染 等的预合好了以后就正常了 但是这个手术呢 是慢慢的你的食量会恢复到原来的食量的大小 但是不可能恢复到原来那么大 胃也不可能恢复原来那么大 那反正会恢复个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一般来说那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你在这一年之间 因为我具体问过医生 说反正在这一年之间 你目的也达到了 你一年之间吃的这么少 你就利用这一年之间完全的养成一个你的吃少的习惯 然后哪怕他以后恢复个百分之七八十 你把你的体型稳定住 他也基本上不太可能再胖过来 但是也有些人是完全他控制不住体型嘛 他就慢慢胖过去 也有 减肥这个东西啊 他其实就是拼消耗 你知道吧 你摄入能量没有那么多 那你自然就减肥嘛 但是大家知道减肥这个东西最难的其实不是运动 减肥这个东西最难的是你不吃饭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手术呢 就是让你不吃饭 就连续的让你不吃饭 而且不饿 你比如说你一天两天你能顶住不吃饭 三天四天你能顶住不吃饭 每天你不吃饭你就觉得特别难受 一看到那些油腻的 一看到那些香的你就想吃 但我就可以三天只喝粥 我也不觉得饿 只要我能活着就行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差不多吧 减肥手术它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也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减了这么十一二斤 当然有很多人说 呀 你这可以啊 你一个星期减十二斤 那你一个月还不得减四十多斤 快五十斤 那你俩月就恢复正常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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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星期它肯定快 体内掉的水分也多 我估计这种减肥手术吧 因为我看很多别人做的 或者是怎么着 或者是包括身边的结合一些精力大量的人 就像我这样的胖子 就是二百多斤的这种大胖子 三百斤的大胖子 一般来说它就是 头三个月会掉的挺快 然后之后呢 趋于平稳 基本上就是 你平均下来吧 一个月二十斤 差不多四五个月以后 体型或者四五个月或者半年 大半年以后 这体型就稳定住了 就因人而异了 有些人可能一个月掉十几斤 有些人可能一个月掉二十斤 有人可能一个月只掉十斤八斤的 反正基本上就是六个月到一年时间它会掉 基本上就六个月以后 它至少在六个月以后才会稳定住 但这指的是不运动的情况下 但是有些人是一边掉秤 他一边配合着运动 所以说呢 就导致他最后变成一个很帅的帅哥 而且身材非常好 因为你随着你体重掉了 你也更愿意活动了嘛 你也不觉得那么累了嘛 所以说就慢慢达成了这种相辅相成的效果 但总体来说呢 手术不是医疗永逸 它还是一个辅助的东西 知道吧 很多朋友想问啊 就跟你们说说啊 就是减肥手术以后的感觉 具体它为什么减肥 说白了吧 它就是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底牌 知道吧 就是你减肥最致命的一个东西 它把你给取消了 就是你不害怕饥饿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就帮了很多人嘛 很多人问我说 就你说是绣状胃 就是切胃 那如果是单纯的不切胃 只是把你做那个胃旁路呢 那个胃旁路啊 其实你做起来 手术的时间可能更长 手术时间更长 那个我也问过 就是手术时间更长 它是直接把你的肠子绕过你的十二指肠 就是绕过直接物理上 把你的肠道的消化系统绕开 直接通到你的直肠 就是你的食物不需要经过那了 你只能通过很短的一段吸收 你就导致你即使有糖尿病的这种人 他不吸收那么多的东西 它也导致你最终 是吧 糖尿病你可能不吃药 你也没事 你知道吧 它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胃旁路一般来说呢 可能副作用更大一点 因为可能产生泄漏啊什么的 就后遗症 可能会相对来说几率更高一点 但是相应来说 它的减肥效果更好 但是这种通常来说 是对于糖尿病病人的啊 就是一般来说 只要你的胰岛素 你不是中毒糖尿病 一般的二型糖尿病的话 反正我听医生说啊 只要你做完胃旁路 基本上两年之内啊 百分之七八十的患者都能做到 完全停药 而且血糖维持在正常 而且还减了差不多一般体重 当然这是医生跟我说的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感受 以后差不多每个星期吧 或者每个月吧 我都会跟大家做一期视频 然后都更新一下啊 这个星期掉了多少秤啊 最近啊是吧 肠胃功能恢复了多少吧 反正我现在的情况就是 还是只能喝粥 如果要是吃肉呢 也你要非要吃也能吃 就是你也非要嚼得很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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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粥胃也去 但是肚子也会觉得 就是胀胀的不舒服啊 所以说我估计啊 肯定是要这个月过完啊 才能开始吃这种啊 具体的固体的东西好吧 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喝粥为主 或者肉汤为主啊 流食为主你知道吧 要不然因为你也不可能 完全不吃碳水滑物 这不算呢 对吧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就是浑身没有没有能量啊 虽然说你感觉不到饿 感觉不到难受 但是你回来发虚嘛 你也没劲嘛 对吧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 这个事呢 所以说大家知道这个减肥手术 啊效果是什么样啊 它有多神奇啊 最近还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如何去墨西哥做手术啊 是吧 去墨西哥做手术这个事啊 回头吧 回头吧 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在美国啊 可能他也受够了美国这种医疗体系 就是这种小手术啊 想着去墨西哥做又便宜了 然后服务又好又 而且也没啥危险性啊 而且人家在那边也是一个成熟性的手术 反正就是那咱们就拉一个群吧 回头单独讨论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私信我 好吧 然后咱们单独讨论这个东西 行吧 那这一期呢就做到这儿 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啊 以后减肥啊 或者是怎么样 跟大家说啊 那可能看来我这几天是真瘦了啊 但是呢 可能我自己没发觉啊 我自己看自己 还挺习惯的这一天 哈哈 因为我本来好像就长的 还还还下巴还挺尖 哈哈 虽然说脸是圆脸啊 那行吧 那这一期就做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